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丹菲來了 我是丹菲 歡迎來到仙境傳說守護永恆的愛 看到沒有官網線部已經改版的 仙境傳說 星之繼承者 沒錯 在明天8月16號的11點整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次到底要更新多少東西 本次用戶端更新後 慶祝全新職業 全聖登場 初心者可選擇全聖系作為境界對象 其他職業的冒險者可通過多職業系統進行轉職 全聖分為以下三個轉職 境界二轉 全聖 三轉 星地 四轉 起源轉職 天啟 全聖可裝備書本類武器 坐計商店新增 山林卸置系列坐計 完成全聖三轉的冒險者可前往坐計商店購買 職業平衡調整 職業平衡未來將作為一個重要內容更高頻次的去調整 總體上秉承著增強弱勢職業與流派 提升職業易用性的大方向 不斷地調整 幫助冒險者更好的在先進傳說的世界中冒險 邊緣的獵人職業只有一項酷酷 心灰箭矢 新增效果 開啟後額外提高剩餘Speed普攻攻擊力 GVG調整 本次更新後將伴隨以下規則調整 並開啟休閒賽 新增GVG傭兵系統 玩家可在更多工會工會大廳中選擇工會申請成為對方的傭兵 也可以選擇點擊對方玩家投向選擇申請邀請結成雇傭關係 每個工會至多可雇傭10名傭兵 每個玩家只可被一個工會雇傭 不可分配神器給傭兵 還有更多質疑值調整部分詳細項目請知官網查看 幻想創造器限定 幻想創造器卡片 卡持幻星 本期征選卡片魚皮卡將分為全新卡片魚皮和經典卡片魚皮 經典卡片魚皮包含哥布林首領卡片 黑暗之王卡片 幼暗夢魘卡片 全新卡片魚皮包含黃金蟲卡片 龍海卡片 光鏡領主卡片 智爭卡片規則 不享受累計抽取規則 規定期更換 請留意後續公告 首批卡片為哥布林首領王者卡片 海神王者卡片 冰暴騎士王者卡片 冒險者回歸活動 活動截止日期 2022年9月16日5點 活動參與規則 2022年8月16日5點之前滿足帳號下所有角色連續未登陸日期 15天的冒險者可開啟 旅途再續 新增戰鬥時常類型 新增時常類型玩法時常用於以下副本和系統的戰鬥結算 神域副本通關結算 蛋糕保衛戰通關結算 列系副本通關結算 消耗玩法時常的系統和副本 也可消耗等量的戰鬥時常代替 但玩法時常不可用於除上述說明的其他玩法中足掛機 帳號下所有角色共用玩法時常的戰鬥時間 未使用的玩法時常不可進行累積 冒險者可在設置界面選擇時常消耗優先順序 本次更新後所有玩家將獲得180分鐘玩法時常 神域副本取消神域副本的每周免費次數 已經擁有免費次數的玩家建議在維護前先行挑戰 意思就是叫你明天11點維修前先把神域打掉 個人資訊功能大優化 首先你可以設置你的生日啦 生日365天只能修改一次哦 請各位冒險者徒善修改 其次你可以用標籤來展示自己的個性了 手機投放30個性標籤供冒險者自由搭配 同時你也可以自訂簽名 來告訴所有冒險者你此刻的心情 最後你可以設定想要尋找的夥伴類型 想找隊友想找CT都將顯示在你的個人資訊中 讓你轉角遇到他 登國維修的各項目詳細說明請至官網查閱 我有幫助到您 請幫單飛頻道點贊訂閱分享出去 訂閱以後請記得打開小鈴鐺 我們維修後見記得訂閱呦 謝謝大家的收看大家拜拜 AJ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